我沒有問過你 為什麼你當年可以 你那時候應該都不是容易的 為什麼你可以拿到一個資訊呢? 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你才經歷的 你拿到就拿到 你讀完書之後你在做什麼呢? 讀完書就留在英國 你正常讀完書就要走了 你讀完的時候已經有了 一早就有了 可能你家底 小小就有了 就是你用家勢來幫你 幾歲已經有了我就不知道 不,我就不知道 這就這麼多說了 這些是另外的例子 是你來的 我們坐在旁邊的Charles 第一,他是我們的網友 是 每晚都聽過 於是我們可以放一些 雖然你有一個專業 沒錯 他是一個 升學顧問 英國的升學顧問 他們會不會這麼穩陣呢? 你不肯定是否一定有功請你 大多數的話 我知道的話 因為為什麼呢?大學裡面是有職業服務員 通常呢 好像我這樣 我之前也是 就畢業考試 最後一個考試 今天就有職業服務員 有沒有東西要做 是是 那麼 帶著CV進去 他會幫你找工作 嗯 是的 其實升學顧問不能讀 為什麼你會進入這個行業呢?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是公務員 那我就 做什麼? 做紀錄部隊? 不是 紀錄部隊? 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膽粗粗就幫他們找我 那時候你正在讀書 讀書 讀書 有幫他們找學校 我媽媽的朋友 如果在看電話 他就知道 有幫他們找學校 然後找他找 那時候 我讀完大學 那時候沒有要做 然後又有職業服務員 問有什麼做 我隔離大學請人 請做什麼? 做admission officer 就這樣 最初就是幫那間學校做的 是的 就是幫那間學校收生 然後 幾年回到來 有間公司請我 做紀錄 我反正都認識了 只是介紹其他不同的學校 就入了這行 也做了十幾年 香港的年輕人 你自己做的行業 你接觸別人的學校 他怎麼看我們 基本上 怎麼看香港的學生 其實大致上 他都說香港的學生成績很好 因為本身真的成績很好 香港的教育是 谷得不錯 不是教得不錯 特別是中學階段 是的 第二樣 他說他們太乖 是太乖 聽話太乖 因為譬如在紀錄學校 他們叫他們的條例 他們真的守著 上課又不問 是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不多咀 就是不多咀 他們才覺得他們有問題 因為我們上課 譬如 安靜 你就知道 我們上課是討論較多 譬如過一堂的東西 你不問問題 又不主動回答問題 對於學校來說 很難知道你吃點甚麼 不是 中、小學是免費教育的 這個就是問題我想說 我有家長過了去 入到居住的學校 中、小學 小學 有一個問題出現 嗯 就幫不了他找中學 小六學生 嗯 因為 公立的小學 他現在過了去讀小學 六年級 上年過去 他說他英文太差 我們幫不了他找中學 有些麻煩 那個老師都告訴我 電郵給我 我說你盡量幫他找我 去讀公立 所以很大多數 家長都問他 要找到公立中學 是的 我說試試轉施立 因為施立始終有經驗 去照顧海外學生 或者看著他們 嗯 有些家長就 很多不得起事 其實 在英國來講 施立好還是公立好呢 就是施立有施立的好 公立有公立的好 我自己施立 我自己也覺得施立好一點 因為配套那些 真的照顧得你好一點 嗯 你始終 施立有錢 有資源 可以 譬如你海外學生 過來不適應的 他有辦法可以照顧到你 譬如英文那些都粗到你 不熟都粗到你熟 我又很奇怪 去年去一年小孩 英文還是很差 是的 總之學校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他英文真的不行 我們很難幫他找到中學 嗯 他有兩個過去 一個大一個小 小一個二年級就OK了 是的 但是大一個 可能香港獨大五年級 過了六年級的話 他突然之間 適應不到 可能是香港全中文的 嗯 然後真的全部英文 他去哪裏可能適應一次 這些都有 這些問題 總之總有一兩個case 現在他怎樣呢 我就建議他說 不如你去 你真的浪費少錢 去讀私立 嗯 等那裏的人照顧到你的兒子 好了 英文好了 你才轉出去 其實現在一般 這樣說 香港樓 我們看上去 學生仔現在還有給外國人的學費 是 沒錯 一般 我不要說 那些頂撻 其實現在那邊的私立大學 一年的學費 多少錢 你們介紹這麼多學生 大約一萬八千磅 二萬二千多磅 二十多萬一 即二三 十萬一年 是的 學費 OK 二十二萬左右 不算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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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很貴 其實 因為香港 我們的錢是香港 幾便一年 是的 香港很便宜 通常第一年 我都要 或者 宿舍 宿舍 因為你不支 不支 通常你宿舍認識了幾個朋友 就會搬出去 幾百磅一個星期 便宿舍 二百多磅一個星期都有 但你貴的 四百五百磅一個星期 任你選擇 即未至於一比一的 就是學費和宿費 未至於 大約是 譬如我二十萬港幣 我用這個港幣 港幣二十萬學費 可能一年就花費 宿費那些十萬一半左右 打勻 大致上都是三十一二萬 是的 學費連宿費 即港幣 看看你的學生花費多少 因為到了大學的話 可能被人寧話出去吃點東西 又不自己煮飯 那樣就差很遠 這些都是看學生自己 大小千年 我想問 阿靖也是英國讀書 你是一個讀書 我們跟這個佬那套 為何我們是團立教育 其實他們讀書風氣是怎樣的 在英國讀書 其實上課我們很少讀一半輸 很老實 通常都是自己 他有一筆錢去找 我們就是 但是都是教授 都是 還是討論 討論 除了甚麼學生 那些 那些 那些討論 是那些數 那些要認識 是科學 科學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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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 讀行業 資討論 讀政策 這些 這些 Psycore 這些科 我們全程都是討論的 因為他想 從討論的角度 放一些 放一些資訊進你的腦 那你就容易入腦一點 你比對本書好 在麥克 我不會 或者我遲些腦都去讀 就是吹嘴 簡單的說 第二件事我最沒有信心 這件事我倆也有信心 吹嘴而已 就是討論 所以吹嘴 好了 在英國 其實 阿靖 你又要出聲 阿靖 其實英國讀書 有甚麼地方要留意 你們覺得 真的 中學生 小學生 我想 就不用了 小學生 真的很快 去搞得到 適應到 因為我都是 小學 小半之後過去 很快就適應到 我只是說 我一個小時 我一個小時 適應 進到學校 是 最多不適應 英文沒那麼好 經理 guru 慢慢就好了 但如果那邊應該先找學校 還是我先選到校區找一間學生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剛才想問 剛才我對我考慮了 現在找了一個正題 他是不是好像香港那樣分區下網 是 如果是公立 公立學校 當然是公立 都是分區下網 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第一件事 每個人都打來問 我看中哪間公立 OK 那怎能幫到你呢 怎樣進去 這個 你有沒有地址 樓都沒有 所以要做一些移民 小小移民的事 要有地址 買樓 買哪個樓 有地址給學校 學校先 看看是否買到你進去 是 但現在我跟你說 所有人 毀老自己都爭 何況香港人 到你在那裏買一層樓 誰知道 沒有毀 是 每個家長都怕這件事 真的 現在毀老自己爭 是甚麼意思 因為那些普校區 是 毀老自己都 買好租 賣好一層樓 他們肯定第一手資料 傳統科學區 你都很熟 都是 都是 都熟 因為每一個區 總有一兩間 叫做出名 這個學校 如果公立的話 那些全部人都在那裏 很多人住 人口比率很高 全部人都在那裏住 私立中學同小學 有甚麼價錢 那個俗學費 私立中學同小學 私 它是來做日校生 還是技術生 這裏都有分 如果日校生的話 其實都是 四千至六千磅一個學期 三個學期 即十多萬 便宜過香港國際學校 私立學校 三萬八十零二十萬 一年 這裏做 這樣就不太貴了 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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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貴 你怎樣也要花兩三筆東西 一個月起碼 是 慘了 起碼 你計算賣賣二十幾萬 是啊 我那時候 貴的那些不貴 那時候 如果讀私立就可以解決出這個問題 輕易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 所以現在很多街上都是 你買一層樓 如果買錯了一層樓 說是沒用的 那不如 你真的要很難 真的要很大考慮 我對意見 我有家層樓是這樣的 剛才過了 那我說 你的兒子同學去讀私立 嗯 你再在那裏找樓 找得對嗎 那如果 你可以找樓 好啦 好啦 買了 你再入籍去公立 當地公立 是啊 好 讀得到的 轉得到就好了 轉不到就繼續去私立讀 是啊 沒問題 當然不能夠太遠 我私立和你家 屋極質的校區 不會太遠 在旁邊 很危險 住正在學校裏面 要去英國讀書其實就是 覺得他某程度 特別是私立學校 就是教出來是 得體一點 就是你知道 以前去北美洲很多野計大學 在加拿大美國 美國做那麼多 真是很粗魯的 譬如說英文都說北美那些 今天動不動就Code 一句一句完結 他說How you feel today 可能英文就是How you feel today 可能生死一點 講出來的那句話 可能對著做事那些特體一點 即是你付錢都是這樣 好的 阿正呢 有沒有什麼要保重 有什麼留意呢 不要說要在大島那些 留意 還有什麼 最重要是他地址他搞好 是的 如果有網友在聽的話 家長也好 學生也好 首先你找對你們可以適合的地方 如果你要公立學校的話